最近小米12s ultra的热度可以说居高不下 卖的也很不错 但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 这次发布会上可是还发布了小米12s和12s pro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小米12s pro 白色作为这次的主打配色 的的确确是撑得起场面 正面是一块三星2k 120Hz双曲面屏 显示效果十分出色 加上12系列本身的设计就十分优雅耐看 但从外观和手感来说 这个加入一段确实是比较出众了 接下来是游戏体验 同样是搭载了骁龙8plus芯片 我们也做了30分钟原神全高画质的游戏测试 最近正值夏天 试文也是干到了31度 最终实测平均增力高达57.4 游戏结束后 屏幕最高温度44.5 后盖最高温度42.8 这个成绩可以说十分出色 包括接下来的骁龙8plus新机 我们测试原神的成绩都十分出众 因此的确可以判定骁龙8plus是一颗好心 除了性能之外 三颗后置主摄全部为5000万像素镜头 也有莱卡加持 影像表现足够出色 最后就是双扬声器 X轴马达红外120W的闪充 配置依然够水桶 够有诚意 小米12spro绝对也是一款不容忽略的好手机 X载马达红外12spro绝对也是一款不容忽略的好手机 2周常被判定石地方 2周常被判定